然后我就开始默默的祈祷 不要收到公司的辞退通知 嗨咪咪我是千千 最近我不是翘槽了吗 到了新的公司 上班的第一个星期 中午几个同事问我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饭 我心想这不是跟新同事拉近距离的好机会吗 那我肯定没有理由解决啊对不对 我们四个到了公司附近那家小餐馆 因为这是中午饭点 餐厅呢只剩下最后一张四人餐桌了 而且这张餐桌的位置十分的尴尬 前面有玻璃门 后面有一个金属的栏杆 右边呢又紧爱着旁边一桌客人 等于说我们只能从桌子的左侧通过 两个男同事呢本着女士优先的原则 让我们两个女生先入座 我准备入座的时候 我发现靠窗户那一侧的位置呢 会稍微宽敞一些 于是我就回头跟后面那个同事 他是我的领导 我就说要不您坐这儿吧 这个位置更宽敞一些 结果领导立马就大笑起来 然后另外一个同事就说 你不可以这样说哦 你这样很不礼貌 我当时就直接蒙圈了 瞬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然后这个同事看我一脸蒙 他又解释说 你刚刚说这个位置比较宽敞 言外之意就是在说领导胖 因为只有胖子才需要做更宽敞的位置 你就要说真的非常的不礼貌 事情发展到这里呢 我想先说明一下 我之所以想把这个更宽敞的位置 让给领导做呢 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因为他是领导嘛 本着对领导的尊重 第二呢是因为这几天领导腰疼 我看他上班都带一个护腰 我心想宽敞一点的位置 总归是更舒服一点对吧 然后我就连忙跟领导解释说 不是您听我狡辩 我不是那意思的 我就想让您做得舒服一点 领导就说算了算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把这顿饭吃完的 只记得空气中都是尴尬的味道 后来我跟一个 跟我生活中关系比较好的一个 法国朋友说起这件事情 想侧面的了解一下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我朋友的反应是 你竟然敢这么说 在法国完全不可以 然后我就开始默默的祈祷 不要收到公司的辞退通知 在我们的文化里 给领导长辈让做是礼貌 也是尊重 但是这样的传统美德 放到另一个国家 另一种文化里 可以变成不礼貌 甚至带有侮辱性 想象一下 如果这次我不是跟领导 而是跟客户吃饭 那恐怕我就再也见不到 这个客户了吧 所以拍这个视频呢 是想给大家提个醒 闭个坑 如果你是刚进职场 或者是将来要进职场的 新手小白 赶紧收藏起来 你们有没有犯过 这种文化错误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一起闭坑